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整个生活节奏 还有祂的祷告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 各位 这是很关键的 生活节奏跟祷告融合在一起 到一个地步 你的祷告就是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祷告 对不对 你在回答人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受天上的父指教你 你受真理指教 有真理的力量赐给你 真理的智能加给你 真理带给你的恩惠恩德 道德处事 对 加给你 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主耶稣基督早上服侍了 晚上感染三去 我相信祂不但是安静自己 休息自己 很多的东西 很多一天所需要的那个能力 一定要从祂那个时段里面要得着 所以祂不是做行事的祷告 实际有果效的 从父神得指示 得能力的祷告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 明天没有时间等着你 众人来了 众人一来 需求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 有挑战祂的人文士法利塞人来了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知道不知道 很多时候 弟兄姐妹 你们有时觉得 我的生活 我累 因为我睡不够 因为我最近工作太忙 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 你们有时候没有察觉的东西 其实我们身体的疲累 我们精神的恍惚 不是单单用生理来解释 我们信徒已经有圣灵的人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一直有灵站 其实叫身体 最疲累的 还不是你睡不够的 我今天早上 六点多就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起来了 越紧张 我知道要讲这个信息 其实你们知道吗 只要你身体 真的疲累的是 你一到上班去 你面对了很多世俗的话 人跟你讲了很多的 有时思想跟思想的较量 情感跟情感的较量 很多人就使唤你 然后还有很多人的话 环境你所看到的是 跟你里面所认识的神的话 敌对的 敌对的 那个风气 那个信念 价值观是跟这个里面的 圣灵敌对的 所以如果你不靠圣灵 然后你一直被冲击 影响 你很辛苦的 我讲到孩子 讲到养老 养老要怎样 要讲到钱要多少 什么这些东西 吃什么不健康 这些东西 无形当中 误会你的灵 你的灵被误会之后 你失去力量 所以原来你 十个小时能够清醒的 变成四个小时 软绵绵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是灵里面发生的战争来的 如果我们到工作现场去 我们得胜了又得胜 继续把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活出来 面对任何的事情 有智慧能力处理 各位你不会累的 你会发现 很奇妙的 你住了十二个小时 你还是继续跟人在一起 谈话什么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一直被defeated 你心灵里面你知道 要妥协 compromise 没有办法 因为世人讲的东西很真实 很奇妙的 你失去力量 所以主日来的时候 也是没有力量 因为已经一个礼拜 失败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这个奥秘 是我们主耶稣 祂是最完美的model 给我们看 祂怎么活在肉身 有限的肉身 祂跟父交通 同行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祷告的时候 很喜欢一直寻求 那种神奇的能力 神奇的能力 如果你们在祷告里面 一直要寻求神奇的能力 那个是错的 因为真正的祷告 最有能力 有智慧的祷告 是把神奇的能力 的确你像宝座上的神祷告 神奇的能力 化为正常生活 正常思考的那个能力 对 这个能力要出来 对 正常生活当中 能够祝福人 爱人 能够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 牵引的那个能力 这个从神奇的能力 宝座的能力 要化为这个能力 你才能得胜 又再得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 你祷告 成功的结果 有果效的祷告 祷告跟生活 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很奇妙的 晚上该睡的时候睡得好 不该起来的时候 不会起来 一起来你知道 如果睡不着了 这是神叫我起来祷告 然后你做起事情的时候 你有集中力 你做决定的时候 有果断 有果敢 有分析力 然后你思想什么东西的时候 看得很清晰 你能够领导你的配偶 对不对 如果做丈夫的 做妻子的 能够顺服给你丈夫力量 能够带领你的孩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做的东西来的 谢谢大家 因为你能够领寻的 我们下期见